就算一套 好 这边的话 已经是进入了我们今天第一场solo赛 这个一个非常复古的背景音乐和一个面板 对 这个感觉很像那种 街霸 对 街霸类的 勾起人们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整个呱唧时代 这里直接是先手搬了一个维鲁斯 然后蓝色方这边是搬了一个德莱恩 标击也搬掉了 这个英雄昨天也是被尾声证明了一下 他很强 确实 鱼锦也是搬掉了 现在搬掉了三个A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看一下球女要不要搬 因为昨天的话球女基本上是厂长被封锁掉了 也是和妖姬一样 这两个AP的话在这个图里面会比较OP一些吧 本来在线上新南拉也就是一个非常无脑的压制音种 蛇女 凯南 诶 凯南搬了 凯南搬掉了 其实搬掉了非常非常多的远程 两个AP吧 凯南如果三个AD的话就搬了四个AD 嗯 嗯 嗯 他啥亮了一首 他在擅长英雄 标标志性的英雄 那现在可用的东西还真的是很多啊 然后大家互相猜一下 诶 你用什么东西 诶 双方选手都亮了手提莫啊 如果提莫要上了 提莫是有可能上的 提莫其实这个图还蛮厉害的 而且提莫他打消耗能力很强的 嗯 大家比较喜欢亮这个英雄但是 诶 看看这边亮手爱工不换的根本什么意思啊 这个脆身应该是亮一下了吧 搏一下掌声 嗯 好 应该还是要换吧 不考虑一下吧 诶 狮子狗 狮仙打狮子狗 咖啡果然选着他的一个打野英雄 他们并没有选择一个ADC 索罗模式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打野 很极端的一个选手感觉 是啊 可是对面看到估计也会笑 这版本的狮子狗看他的细节吧 狮子狗确实是一个现在这个版本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因为首先他的能量 可以只要敌四层 而且从草层里面跳出来 就可以瞬间敌一层 也就是说 他可以在三个技能都在CD的情况下 瞬间打出一个强势的二段技能 而且现在W 无论是W的回血 还是他怒气不用打到英雄就可以攒到 都是这个版本来说 狮子狗比较OP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打solo赛的话 狮子狗有一个优势 就是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带闪现 这样的话就可以侧面的 影响到狮子狗手短的原因 对方没闪现的话 我跳你脸上你就动不了了 而且中路确实是有草丛的 对吧 有草丛 特别是你补到一个刀的时候 就是只要没有拖战斗 你的被动四层那个能量 心术就不会消失 你可以躲在草丛里面 疯狂的用Q技能去叠能量 然后再出来直接放个大技能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套路 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卢仙打狮子狗 还真的是一位一模式中的 比较奇葩的一对 对 这边卢仙果然还是没有带饼干 那他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点的 十八零十二这样的一个天赋 那是这边肯定是带的雷霆了 打招面的话 可能狮子狗在草丛里有一些 肯定有天然优势的 这个优势很大 扫一下 扫到了 打出雷霆 没关系这个时间 可以回一下 可以回一下 卡萨也是证明一下自己 到底是狮子王还是夹飞猫 他也要回家吧 应该被打了一下 应该回不过来 他这个回不回都无所谓吧 他这边是选择不回 占领对方这个草丛 慢慢能回上来 感觉如果再细节一点的话 其实可以去草丛晚一点 就是等他出兵 差不多出兵的时候再往那边走一下 对 这样的话卡一个 就是对方回家又回不了的 那种尴尬的一个时间点 卡萨这边的出门装也是带了一个转线 被顶了一下 其实正常对线的话 前面几节还是很难受的 绝对吃不消 他要是跟卢仙比的话 肯定是要在前期杀掉他才行 因为正常拼母刀不太可能 对 哇 这一下伤害 哇 这一套伤害 直接卢仙残了 很漂亮 卢仙这边只有一个要啊 把给予了一个 哇 交出双张 差一下能不能A到 A到了 今天第一场比赛 盛利卡拉竟然是拿狮子狗 打掉了队内的卢仙 一辈半终结束这次战斗 而且是一级 就没有送到两级 大家就结束了 卢仙残人都傻了 卢仙残人都傻了 这个后面的选手 其实可以借鉴一下 感觉这狮子狗拿出来 真的是出其不意 打你一脸 他感觉最主要还是因为 就是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 嗯 嗯 对 其实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的 对 其实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的 嗯 对 其实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的 对 其实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的 对 其实卢仙残自己不太小心的